恭喜恭喜 恭喜大家新年进步 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里 事事如意身体健康 无论你是事业 学业 爱情 或者家庭 都是洋洋得意 其实新一年开始 我都有想过 除了化妆和扮美之外 还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呢 于是我就想起 其实我是很喜欢旅行 也很喜欢周围吃东西 在旅行 或者探险的时候 又喜欢拍很多照片和拍片 那为什么不和大家分享呢 是不是 所以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个 我自己觉得既传统 又很有活力的一个旅行地方 它就是麗光 麗光是位于中国云南省的西北部 它的地理位置都挺有趣的 它是在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中间 所以它的海拔都算是挺高的 有2000多米 大家都知道 海拔高的地方 风景通常都挺美的 所以如果你去到麗光 你可以看到很危惡的玉龙雪山 你可以看到树木苍延的云餐屏 你还可以看到流水晨层的白水台 所以如果你喜欢看风景的话 你一定不会失望 而且麗光的地理位置 它是成为了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一个中转站 所以它们的历史都挺悠久的 尤其是大延古城 差不多由宋代开始慢慢慢慢地发展 所以你去到那里 你会感受到很浓厚的民族气息 和历史的一种传统 亦都因为这样 它在1992年的时候就被连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自此之后就不得了 越来越多人无名而至 有很多观光客 也有很多旅游杂志介绍 很多旅游节目会推介 于是乎就越来越多人去玩 其实我这次已经是第三次去麗光 所以一般旅游一定要到的观光热点 我就没有全部去完 相反呢 我更加希望可以 由然至得地去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 享受一下万活的乐趣 所以头那两天我去到的时候 基本上呢 什么景点都没去 只是在我酒店附近那个畜鹤古镇走一街 喝下茶 喝下咖啡 和妈咪和Hubby 聊聊聊天 走下大街小巷 HELLO 我们现在是在麗光的葱河古镇 我妈在后面玩微信 尚尚和朋友圈的 然后呢 现在我们就在周围逛逛逛 好不好玩呢 跟你说 本来我们玩 又不来 我自己其实挺喜欢畜鹤古镇的 因为它相对地就没有刚才所说大沿古镇面积那么大 也都没有那么多人去 那所以呢 多了一份清净 还有它里面的店铺就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手信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它有很多很特别的小店铺 一些是当地啊 或者是一些很年轻的设计师 想试一下做老板的滋味 去到那里开一间小店铺 开个铺铁 可能买些衣服一两件 那所以在里面你可以找到一些 设计挺特别的 一些市装 或者一些很有民族风的衣服的 其中一个呢 我要分享的呢 就是这一间 这一间店铺 那它呢 就叫做花制作 那它呢 很多都是一些原创的手工 嗯 嗯 嗯 衣着来的 市装来的 那你可以看到 譬如这一件啦 那我自己都有 那我后来在旅行那几天有穿的 那是一件很阔袍大袖的 那它有少少民族风呢 在这里贴了一块刺繡的布 那这样呢 那另外呢 那这一件我也不能不提啦 那呢 那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只蓝色 哇 很鲜 那我是穿了它去爬雪山的 因为实在那一天太冷了 那然后我就发现 咦 我这件衣服有用喔 那立刻穿上身就超保暖了 那它的质地是全羊毛 是一个羊絨来的 那然后你看到也一样 是有一个很少数民族风情的刺繡啦 那然后你可以看到 那股袍就这样扛在那裡了 那 嗯 等一下我可以share一些衣服 share一下一些相片给大家看 那 嗯 那 很暖啊 和那一只质地啊 它的手工啊 我想在香港 那似的上个也就这样 那你看到時候 就有一个美好的例えば 我只用了900元人民带的 所以我就este家車那時候 可以说去送了一只你的iii 每一間都找到這個綿納色的衣服 我媽媽也買了一件 我們穿在酒店房裡拍照 很無聊 又玩了一天 其實很喜歡那種遊言自得的感覺 頭兩天都是喝飲食食 到處逛逛 再不是回到酒店跟媽媽聊天 說一下故事 她說一下她年輕的時候 我說一下我將來老了想怎樣 都蠻開心的 所以我覺得旅行不一定要到處不停地動 坐下來都是一種享受 經常坐都不行 所以我們就決定要動一下筋骨 於是在第三天的時候我們就決定爬雪山了 準備上玉龍雪山的時候才要去坐纜車 我現在已經上了去玉龍雪山了 玉龍雪山就是雲南省一個很出名的雪山來的 其實我已經是第三次來到這裡 終於我可以見到雪了 因為之前7月份的時候就沒什麼雪 但是12月來的時候就會有很多雪 因為其實他們剛剛一個星期之前就下過大雪 所以我們可以見到很漂亮的雪景 所以我們可以見到很漂亮的雪景 我們已經上去4571公尺了 那我們會繼續嘗試走上去 我快頂不住了 但是我見到前面的冰川一定要走過去 要不然就白費 大家看看 走多了半個小時 已經開始有高山反應了 我現在是心跳得很快 跟著有氣喘 其實我們已經去到 四千六百三十六公尺了 但是距離我們應該可以到的頂 其實還可以走多半個小時的 但是我有點頂不住了 因為又忘了帶氧氣 那所以呢 因為氧氣留了給我媽媽在山腳裡 那所以不可以再勉強 我們決定在這裡就停一停了 好 還走不走啊 我們走多一會兒吧 好 最難應該是 最難應該是這一段路了 但是大家看看 為了這個景 我是會努力的 我們啥蕪 我們 opportunities 我們拉了 頂上 四櫛 玉米 сил六百八十米 你看花花 看花花 others 我很凶 你好 我要向江山举梦 我的帮助终可依赖 我的帮助终造田的 我的帮助终可依赖 这首歌呢 在我爬到游泳雪山的时候 我就想起它 因为这一年做事都挺辛苦的 都有力不从心 或者是觉得付出了很多收获不成正比 有时真的需要洗滴心灵 去拿Energy 因为你不断去付出的时候 其实你都需要力量 需要加油 我自己在今次的旅行里 尤其是去到第三天 我就去了游泳雪山 一路走的时候 其实开始 因为那里就差不多 一去到已经是四千多米 一路走到上去 都挺高的 开始会有少少高原反应 会偷不起 而且其实路都挺斜 但是你会看到自己 当你走到没力的时候 你最忙碌的目标是山 就是在上高的一个目标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不如走一走 上面的风景 就是你会听到周围的路人跟你说 一步一风景 你就会觉得 其实你要经历了 你要付出了 你看到的风景就会不同 爬完雪山下来 我们就去了白水台和南越湾 这个也是第二次去的了 今次去 冬天就小水点 夏天会多水点 好看点的 但是我们都觉得是很美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记得如果你有兴趣去爬熊雪山之后 记得下山之后 不要错过这两大名城 古城 那其实呢 麗江呢 都有夜生活的 那要找到呢 就要在古城里面 它有个酒吧 一条街 那整条街你一路走一路走 就会见到不同的酒吧 不同的disco 会有Bang生 会有人跳舞 会有人唱歌 也都有人会扮鬼扮马 那好有趣的 但是当你隔去你 你嫌吵或者嫌太过热闹的话 你过两条街呢 又可以找到一些很安静的 店铺可以坐得喝杯咖啡 那所以其实它的夜生活都挺有趣的 那如果你喜欢热闹的人呢 那去到那里就应该不会闷了 当你晚上去完麗江古城之后呢 记得日头都要去一次 我自己的推介呢 就是享受挡实路的乐趣 因为其实大型股市是非常之大的 那它里面会有木府 你可以尝试进去看 因为木府呢 其实就是当地的徒师 就是类似香港有个特首 或者以前有个港督 那样的那样 那他们是专门呢 在那个区域里面的 我们叫做最高的长官 都负责所有的行政和军事的管理的 那也都因为它 西习呢 西西代代都是以姓木的家族来管治 那所以这个古城呢 是全中国唯一一个没有成长的古城 因为 这个统治者是姓木 如果你再加一幢墙去围住呢 就成为困难的困 或者困的困 那你知道 那中国人都有些少迷信 那所以他们就不喜欢 那所以麗刚这个大研究成体 全中国唯一一个很成长围住的城市 它面积非常之大 那你可以周围走 可能在这个角落里 会见到有一间客宅 再转个角呢 就会见到有个书店 再转一个角就是一间咖啡厅 再转一个角呢 就会是 时装袍 或者在一些手信的店铺 甚至乎你可能会 会遇到一些外国人 在这里跟你聊天 帮你拍照 有时又会遇到一些 当地的 南西族的妇女 穿着披星大月的民族服 走过 那现在我们呢 就在大研古城的四方街那里 那其实整个古城的正中心来的 那然后就四通八达 那边就是酒吧一条街 其实日头和夜晚都挺大分别的 那昨晚我们来过看夜市 那现在日头我们就想看一下 它的食材是怎么样 日头又回来吃 夜市最美的鸟嘎买了 买了 没有吃 要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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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是我当地买的 是抽葵 它就是那些抽走油分 它说是零饱和脂肪 不是零化学添加的 是我在那裡買的零食 因為它不是油炸的 所以味道不是很健康 那我自己就覺得 在這個古鎮裡面 最好的旅遊方式就是放棄你的地圖 享受蕩蕩爐 遊蕩的樂趣 走在石板街上 喜歡走到哪兒就去哪兒 喜歡在哪兒坐下就坐下 口渴的話就坐下喝杯咖啡 口渴的話就坐下吃個小吃 那這個就是我自己覺得 在這個大鹽古城裡面 最舒服的旅遊方式 其實我整個 整個旅程都是很短的 也不是去完所有禮崗 一定要到的地方 但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走走停停 走走 吃東西 享受一下 感受一下別人的生活 也都可以在不同的風景 或者遇到不同的經歷裡面 去感覺到那份平安和喜樂 我希望你們會喜歡我這一段分享 也都希望你們在新的一年裡面 也都是得到這一份祝福 那我最後再祝大家 萬事如意 心想事成 下次再見 拜拜 無言無語 亦無聲音可聽 神的大難 卻在世上之竅 一頭無聲 又回歸於出處 神的大難 神的恩惠 又似日光抱歉 神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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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尘四季 赞美俊老 伤呆 赞美俊老 伤呆